HELLO,歡迎來到黑哥的頻道,我是BLACK 今天呢,要來找巨蟹座 巨蟹座呢,只能用一句話來歇入它,但是充滿母愛 只要它的場面呢,就是會變得很溫和,很令人不可思議 巨蟹座的優點,想像力豐富,念舊,重情意有幫助我們 親切,有堅強的意志力,很乃過去不饒重視家 而且具備強烈的父愛或母愛 它的缺點是,提子起放不下,配過多愁善也不知道是可樂的事 缺乏理性思考,而且不太經得起打起,過度的保護自己,防衛線很強 巨蟹座在面對友情這件事上,由於害怕被拒絕 所以巨蟹的付出往往都是小心翼翼的,真怕給對方他不想中 就會被討厭,大家總說巨蟹座比較情緒化 但是能夠看到巨蟹座情緒化的人,往往都是跟他比較Klaus一點的 因為面對不熟的人,巨蟹座就會有一種營業式的笑容 並不會讓你知道他真正情 想走進巨蟹座的朋友圈,你需要主動一點 對於巨蟹座要懂得付出與關心,陪他一起玩解封,完成一些挑戰、功課、夢想、遊戲 巨蟹座對自己認定的人非常好,就好到那種只要對方有要求,就會盡力滿足的地步 所以也常常委屈自己,只會讓對方開心 以待你成為他的好朋友,他就會黏著你溫暖重視你的需求 巨蟹座是十二星座裡面最多的滴水針泳泉引爆的星座 由於巨蟹座有過多的母愛性格,所以周圍的人常常會對他欲去以求的 也因為他細膩的心思,常常會因為不值得的朋友而造成情緒上的反應 某些人會因為喜歡看巨蟹座的這些反應而去故意捉弄他 巨蟹座同時也是十二星座裡面最容易被霸凌的星座 現在說到霸凌,黑哥要在這裡跟所有被霸凌的人說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來,曾經我也被霸凌 不過,我要說的並不是什麼找家長啊,找老師啊,客宿啊,找警察等等之類的這方面的大道 我要說的是,在學生的時代,如果你遇到有人霸凌,你就把那個頭抓起來壓到牆邊 先給他兩巴掌,再挖挖他鼻子 在學生時代,寧可你欺負人也不要被人欺負 在此呼籲先找父母老師商量再動手 朋友自然就會有,你的好不值得放在那些嘲笑女人身上 當然霸凌呢,還有分職場版,還有成人版 這些我們之後另外看到了,要如何吸引巨蟹座呢? 文外形上來講,巨蟹座喜歡baby bag 或是帶點肉的男生女生 乾乾淨淨,充滿耳液的那種異性 會最容易吸引到他們的日光 他們喜歡浪漫,但並不像雙魚那種極致的浪漫 他們喜歡的是不斷的生活上的小驚喜 因為巨蟹座喜歡踏實而穩定的感覺 就例如說,飯點到,你帶著便當去找他 這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生活上的浪漫 記得,不要給巨蟹太過於不切實際的浪漫 不然對他們感覺反而會不太好 吸引巨蟹座,你一定要主動出擊 巨蟹座比較害羞、木納一點 所以巨蟹座非常欣賞那種會主動出擊的人 還有記得,在外面千萬不要大聲跟他們說話 巨蟹座雖然顧家,但他很愛面子 在他沒有安全感的時候,要給他一點小保證 並且一定要完成這些保證喔 巨蟹座不喜歡太過於被動的異性 太過於油槍滑掉也不行 不喜歡太過於保守固執,太過於粗心大意的異性 和巨蟹座的約會最好就是 開一場電影,吃一頓飯,再去看看夜景 他們喜歡的是平凡的幸福,務實而浪漫 還有他們非常欣賞溫柔,不在除風口的個性 巨蟹座在找對象的時候呢 他很多條件都會跟他的父母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但他們絕對不是什麼爸爸媽媽寶 只不過對巨蟹座來說 那就是一個家應該有的樣子,應該有的感覺 如果你想接近他寵愛他,請你一定要當一個他可以分享的知己 巨蟹座比起外表更重視心靈上的溝通 當他的情人,你要成為一個傾聽者 尤其在他身處逆境的時候,一定要陪伴大家身邊 一道歡笑落淚,不嫌煩,不嫌苦 因為這就是家人 他很沒有安全感 常常會怕他愛的人離開他 所以如果他感覺不到你的真心 他自己就沒有辦法對你付出百分之百的用心 愛他,要常常告訴他 要懂得傳遞你的想法讓他知道 巨蟹不聰明,他們蠻遲鈍的 所以不要用暗示,因為你暗示他一輩子 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他 巨蟹座很容易心軟,很容易被感動 對感情話有信仰,相信傳真,也相信天長地久 記得,巨蟹座不說話,不是因為生氣了,不是因為不開心 吵架掉頭就走,不是因為想放棄,而是想讓你追上來 發脾氣了,不說話,不是想冷戰,是希望你紅紅大 巨蟹座是會脫草,並不是因為你犯的錯他可以原諒 而是因為他就想待在你身邊 對於他來說,愛你,並不是因為想得到什麼 完全只是因為沒有辦法失去你 因為在他心裡,有你的地方才叫家 如果你是想要踏入婚姻的人 巨蟹座對你來說,可是不二人選喔 好,非常謝謝你看到這裡 如果對於巨蟹座有任何反評或是想要表達的地方 請在下方留言 千萬別忘了按讚、分享加訂閱 標註你巨蟹座的好朋友 還有千萬別忘了我們的小鈴鐺喔 我是Black,我們下次見 跟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這麼久,你可以做的 我們現在總共有10個心理